上聖將軍的末落,寧願知役 自二十七世紀初以來,盧爾赫赤一直對明朝國都虎屍擔擔,希望入侵中原,獲帶口金的領土和統治實力。 公元一六二六年二月,盧爾赤赤得色明朝寧願深淵經略故帝容羅無能, 想令口金關十三晚西道遼河,包圍寧遠城,希望日後再奪取三海關重地。 香港人們將城外的百姓全部撤入城內,消失外民居和糧草,不能給金兵,有額外的糧草,大家一定要死守寧願,以場象只許勝不許敗! 我们大金对名的侵略势如破竹 只要再攻上这个小小的陵雨城 就可以直倒山海关 一统中原只有可待 我们明天就起程攻城 明白大航 我是大金黑航老二哈尺 我带20万兵力进攻此城 势必攻下区区宁愿 现在的大明帝国气数已尽 只要你愿意投降 我就放你一命赐你着位 宁愿为关爱众地 原某身为命神 以当死守 岂有投降的道理 我知道你只是带了13万士兵过来 你不用骗我了 既然如此 传令下去 三日之内攻下此城 重重有上 同我上 收鸭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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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f谷冲啊 呼喵 传令下全军截退 神语冲啊 呼喵 全力下全军截退 一定要將這堆大炮據為己有 明天一早 我帶軍隊從水路擾到城後 殺余頌鵬一個操守不及 德行德行 為什麼要擾到城後面呢 我猜到余頌鵬一定將兵力集中去不滿 只要我們軍隊行蹤不備洩露 靈軍一定來不及調動兵力 這樣就可以一舉拿下令遠城 德行英明 多得我們有鴻兒大炮護城 才可以將13萬金兵擊退 還將鴻兒蝦食炸到重傷 只要我們堅守在這裡 絕對不會再容許金人侵我們大明搬佈 將軍 將軍 為什麼我們不成勝追擊呀 以往明軍出戰都是輸給金人 金兵的兵力仍然比我們多 只要我們繼續依靠西洋大炮死守 金人絕對沒有我們辦法 由於第一日金兵攻城無果 鴻兒蝦斜月時決定繞過南門助攻梁遠城 同時袁送腕帶領的守軍 依然嚴陣以待 兄弟們 昨天明軍竟然用大炮將大航打傷 這個時候我們不可以不報 今天我們一定要將寧遠城攻下 挽回我們大航的眼面 好 好 報大航大航 現在外面的戰況很激烈 我們小裝慘重 我們是不是應該選擇理性鐵退 然後再從長計以待 再攻陷這個寧遠城 區區寧遠城攻了那麼久都未攻得入 你是不是想我顏面盡失 全郎號令繼續攻城 殺 大家繼續各就各為 總兵滿貴守東面 副將左副守西面 參將祖大壽守南面 副總兵朱梅守北面 滿貴提督傳城 平均分配士兵守城 互相照應 充允兵 自我25歲 徵戰沙場二郎 自無不勝 攻無不克 但偏偏寧遠一個這麼小的城池 就攻不入 真是很不甘心 最終,上席將軍盧爾哈赤於寧願之役中受到沉寵挫敗 他以為寧願烏城,極為容易攻破,想不到袁崇煥、堅守此地 利用鴻宜大炮加強防備,積極提升士兵志氣 最終令明朝從劣勢反敗為成 縱使歷史變化萬千,但輕敵決定是令戰爭有贏便輸的關鍵